小朋友们,我们学过唐朝诗人孟浩然的什么诗啊? 很多小朋友一下就能想起来春晓 孟浩然啊,是唐朝非常有名的一位诗人 他主要写一些山水田园诗 写的呢,是比较的优美而安静 今天啊,热虎妈妈再来跟大家一起学习 她的另外一首诗叫《肃见得江》 我们先来听一听这首诗 好,我们先看一下题目 叫《肃见得江》 作者写的一件什么诗呢? 肃,哦,晚上在那里过夜 在哪儿呢? 《肃见得江》,这是一个地点 大概是在浙江省吧 在这样一个地方,晚上要住在那里 他写的内容啊,是这样的 说移周搏烟主 就可以看到作者是离开家乡 是划着船 他的交通方式是坐船的 移周嘛,就是让船靠岸 搏烟主 搏我们讲过好几次的 是指船停下来 叫停泊 将船靠岸停在哪里呢? 烟主 烟雾笼罩的主 水中小块的陆地 就像我们讲粥一样 江心粥啊,八卦粥的那个粥一样 将船停靠在烟雾笼罩的小主之上 啊,水中的小块陆地上 这时候是什么时间了呢? 日,木,木是傍晚 天已经黑了 这时,诗人的心情如何呢? 克,愁,心,克是指自己 哪一个字能表明他的心情啊? 愁 我们不知道他有怎样的伤感 或者说有怎样的愁绪 但是我们知道他是这样的心情 下面两句呀 作者就要写当时的景色了 我们来看看景色是怎样的 野,旷,天,地,树,江青,月,近人 哦,旷野 无垠 很开阔 远远地看出 看去呢 天空低低的 好像比树还要低 这时啊 江水非常清澈 感觉到天上的月亮和人 是那么的清净 那么的情投意合 这首诗表现出了作者 在旅途之中 住宿在一个烟雾笼罩的小组之上 来抒发自己内心的那一点点淡淡的愁思 是不是啊? 好的 我们一起将这首诗来读一遍 速见得江 梦浩然 宇州勃烟煮 日暮客愁心 野旷天低树 江青月近人 一 中文字幕参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